苏珊米勒,美国著名占星师,全美食家占星师第一名,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占星家,深受中文读者喜爱,被大家爱称为三妈,运势风格为世界指导,如文章内没有特殊说明,君同时参考太阳和上升星座,本周你的生活重点在财务问题,水星进入乙星盘中代表遗产,投资和他人财产的公位。 昨天,金星已开始逆行,金星代表价值,所以你可能会考虑自身的价值,尤其是与金钱相关的价值,接下来水星会和天王星形成对冲。 从5月开始,天王星就一直在你的个人资源宫内运行,和赞助商的谈判可能会出现意外转折,但你会做好准备,你是白羊座。 众所周知,你可以独立思考,5月以来,天王星一直在金牛座,也就是你的第一宫中运行。 本周,天王星会和水星形成对冲,水星是代表沟通交流的行星,它在你的第七宫亲密关系宫,金星同样在你的第七宫里行,你可能会通过伙伴伴侣关系来体验自己对自由的渴望。 你完全有权利做自己,但需要注意表达沟通,自己的需求的方式方法。 你希望活得更随意,但身边的人没办法立刻明白你的意图。 双子座,一折,Cloverettes,本周终于能从日常职责中突生出来了。 比如在火星穿行与长途旅行宫时,你可能会渴望异常文化之旅,倒更有可能是一次心灵旅行。 逆行的金星与火星的相位,激起你对出行的无限渴望。 周一星月,一定要时刻关注,有没有能做出改变的机遇。 独样与变化,本来就是生活的某一特性,对双子座来说有史。 具体有作,一折,幻觉Muyasoga,这周的天称座新月,要求你做出让步。 这时的紧张状况,可能涉及伴侣或前任。 你美金星密行并与火星相行,火星位于你的共享资源供。 如果你在谈怕协议,利用好这个新月的交集能量,达成满足各方需求的约定,人们都知道巨蟹座特别懂得感情。 不管发生什么,这个新月都会帮你分辨出,需要人调道和继续保持的感情。 本周和家庭及伴侣之间可能弥漫着紧张气氛,因为金星和火星正彼此挑衅着对方,金星在你家宅宫内逆行。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站在伴侣那边。 但要解决你的伴侣,不需要表现出空有浪漫的态度。 而这个战争也可能涉及到梦连你诱惑工作同事。 周一的新月将给狮子座送去支折性的拥抱,而且其携带的信息,是和平且具者中妥协性的。 除女座,一折,幻觉猫也搜嘎,这周在工作上的表达可能遇到困难,因为你行的金星,与你工作和日常安排功的火星相行。 但这周有个天称作新月,意味着财务领域的全新开始,成为的土星还与你的主星水星成迹象,为你伸出援手。 如果你计划申请加薪或带薪假期,可以很快得到你一直努力争取的成果。 你的售户星金星,一直在为你的财务方面赐福。 但昨天它在你星盘中的这一区域转入了你心,这可能会引发小的岩石科难题。 它与火星之间发生的小摩擦,意味着问题可能涉及孩子、创意项目,甚至于你寻求快乐的渴望。 不过,本周的新月点亮了天称作,以为接下来的一个月做打算,为现在行之有效的事情而庆祝吧,并评估一下,你想要发起的改变吧。 天蝎座,一折,Cloveres,代表爱与美丽的金星,已经鱼座的天蝎座,进入了逆行状态。 随之它渐渐靠近行愿于天蝎座对公代表承诺关系这天王星,你可能会在该领域经历混乱与动荡,由此令你更渴望更大限度的独立与自由。 若你想改变外貌而在风格,最好等一等,因为念性的金星,可能会令整形手术有差池,感情关系也会受此念心的影响。 在11月16日金星恢复顺行之前,尽量不要做大幅度的改变或调整,本周你可能会结交新朋友,新月在天蝎座点亮了你的友谊和团体功。 要小心不要过度扩展,因为金星在私密时间的功外里面行,可能需要你花时间退后,给自己留住时间,下个月有很多时间社交,金星会转来顺行。 幸运之星木星也会进入射手座,作为射手座,你天生就很爱社交,但我们都需要时间恢复能量,本周你的事业将改头画面,你可能为某个方向性的改变而激动,或仅仅是收到一个能让剧烈焕然一新的先任命。 周一的新月鼓舞,你去想象,下自己想在工作中,看到什么样的变化,而你的守护星土星将通过与交流执行水星之间的协作来帮助你证明这个方法。 在你交流功内面行的金星,也许会带来朋友之间的摩擦,但它与你摩羯座构成了和谐的角度,因此任何分歧都只是小事一桩。 由于新月影响了你的高等教育和旅行工,你可能会幻想自己不工作的时光,该如何打发? 也许你可以通过远程工作,或通过旅行出差,来进行海外合作,来获取利益非方式,来将你的工作目标和想拓战眼界的渴望结合到一起。 如果你眼下不可能出行,那么去见新朋友也许,能满足你的求而不得的焦躁,加入某个网络志同道合的组织,或单纯是去乘内心去某个咖啡馆泡泡,双鱼座,一折,Cloverettes,金星在双鱼座高等教育和旅行工发光发热,无疑能拓展你的关系网,甚至招来一位来自海外的恋人,心愿落入资源共享宫, 你可能想把自由财富跟生意伙伴,或者爱人的集合一处使用,涉及到类似的沟通,坦怕现在或许会停止,因为金星正处于逆行阶段,但下个月你会有别的机会继续推进此事,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